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从青涩到璀璨,肖战拥有让人一见难忘的特质。 肖战的新人妻,似乎不比任何明星顺利。 娱乐圈是残酷的,被大众碰在手心里。 或者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,都非常快,迅速到猝不及防。 超星星学员什么水平? 就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公子的爱情故事,一抓一大把。 不比除雨前慕容云海陪着所有人度过那个青涩的青春。 水花泥?当时几乎没有。 总而言之,那时候的肖战,在现在猜测,估计也是迷迷糊糊放弃了设计事业。 走向了娱乐圈,接着接受资本和市场的运作,跟着后面拍电视剧。 唱唱歌,但总而言之,还是那句话,小范围传播,水花不大。 肖战正是走入群众的事业,能够用精硬来形容,北唐默染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。 清冷,霸道,聪慧,而且竟然是个无比深情的角色。 深情的角色,未必讨人喜欢。 但有这样的颜值这样的气质加持,甚至带有高智商的北唐默染,无疑是惊艳且诱人的。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肖战,很多人都沦陷了。 肖战大火,绝非偶然。 有很多人唱歌,但肖战的一首踩影子的人。 声线清晰,透着一股深情,一首普通的歌让他唱得款款深情流露。 他出现一次,唱一次歌,演一部剧,都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。 肖战红了,理所当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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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